來到農曆九月,伴隨著初一在天平座二十四度發生的新月 不知道對各位運勢上會有什麼整體的影響呢? 不過先在這裡做一個general的提示 十月底Halloween那一天的氣場 宇宙的池場的升級非常差 很危險和容易出意外 希望大家乖乖留在家裡,不要外出玩 尤其是巨蟹座的朋友 同時在這裡做個宣布 如果有追開我升運的朋友 追了很久的朋友都會知道 其實很久以前曾經有一些計分制 是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一點熱烈的反應 現在開始會重新用回這個系統 就是看每一期升運大家給的留言、讚、分享 哪個反應是最熱烈的呢? 下期就會先出發 詳情麻煩看每一個升運的文字 下期就會教訓大家如何去計分 這個計分體反應 在今期尤其是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會在農曆十月那期升運 我會暫停一下 但是今期最高分 即是反應最高分的三個星座 那我在農曆十月都是會破一破例 是出頭三個最高分的星座運勢的 而我自己都有一些私心 我是非常之希望巨蟹座和摩蝦座 香港人也叫山羊座 起碼這兩個星座會勝出 因為這兩個星座到農曆十月的運勢 簡直是板板聲 所以我很希望跟大家去報家音 去分享一些喜訊 究竟這兩個星座是怎樣那麼厲害呢? 這個時候就肯請大家不要在這裡生怒我 怨我 為什麼要取消農曆十月的升運呢? 因為有一些更大的甜頭在等著大家 就是塔尖暖南 繼上一輪的免費二尖之後 現在就是再預歸來強勢回歸 在這個動盪的時勢 再為大家去做一些免費的占卜算命去看前程 所以為了減散的工作量 就不得不取消一期的升運 有關這個免費二尖的詳情會陸續有來 就肯請大家密切留意 來到巨蟹座 無論你是上升還是太陽巨蟹座 農曆九月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首先 都提了你 一開始的整體提示 因為月尾的星象比較差 而對巨蟹的朋友們的影響是有其之深 所以就乖乖留在家裡 就不要出去 還有整個農曆九月都要注意 走路麻煩你走慢一點 不要踩單車 盡量不要跑步 不要踩滑板車 如果不是 就很容易發生一些意外 而令到你要留家休養 甚至嚴重一點的話 可能會留在醫院 這樣 還有 如果不是你們自己出事的話 就要小心可能是家人 或者我當如果你們和一些人合租的話 是一些閃閃 那他們可能會有些病 或者是一些喪失了一些意外的行動力 然後你們就會留在家裡去照顧他們 另外 農曆九月也要注意 所以就不要很新的 不要由零開始去製造一個家 什麼意思呢 首先不要結婚 不要成家立室 或者不要搬入一些新的房子 開始一些新的租約 諸如此類 還有如果是你們本身已經有的這套家 無論是跟你老公老婆 或者甚至是跟你們原生家庭父母 或者是跟你們的flatmate 合租的朋友 都會容易就著一些錢 以及一些土地的問題去吵 什麼叫土地問題呢 我可能說 接下來我們會不會搬屋 會不會重新租房子 找一個新的地方去住 這些就是土地問題 OK 因為會比較容易起衝突 還有衝突的同時 就會令到你們很容易是想離開這個家 可能是離家出走 或者是自己搬出去 不再跟現在這個人一起住 OK 所以暫時忍一忍 少不忍則亂大謀 最後 好了 如果你們是有做一些合夥的生意的話 那這些business partnership 又要小心 就住一些租金 還有哪裏租店 哪裏開店 這些問題 又是很容易會去吵 OK 所以 如果有一些business partnership 就要小心點 會很敏感 容易出事 如果未去落實一些business partnership 但是打算搞的話 都最好不要搞住 等過了幾時 你不可以一直等 無料期等 起碼都過了這個農曆九月 過了西曆的十一月十三號 當時火星就會在八陽座 以一個妙主之位 由逆行 開始慢慢變回順行 到時會是一個比較順風順水的狀態 到時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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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會來